说起美国之初 绕不开的人物是乔治华盛顿 绕不开的话题是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伟大的航程 三个时刻 独立战争英雄李将军曾这样评价华盛顿 战争第一人 和平第一人 美国人心中第一人 这三句话概括了美国独立建国过程中 华盛顿在三个关键时刻的过人之举 1775年4月 殖民地人在列克辛顿与英军交火后 标志着独立运动只剩战争意图 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 13州代表中唯有华盛顿身着军服出席 表示他愿意率领维吉尼亚民兵参战 麻州代表约翰亚当斯历见他出任全大陆军的总司令 大会全票通过 这并非一个荣耀的职位 非有极大的勇气 无人敢于承担 他们挑战的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英国 大陆军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仓促组成 这以卵吉时的战争胜算为乎其为 另一方面如果战败 士兵们大不了回家种地 而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必被送上脚架 没收家产 华盛顿临为受命的勇气来自他的基督信仰 战争初期 大陆军毫无悬念的接连挫败 而华盛顿屡败屡战 最艰难时大陆军退到伏击谷 外无援兵内缺粮草 士兵们常看到总司令在临终跪地祷告 华盛顿利用北美地理空间 拖垮英军的战略逐渐奏效 最终英军主力在约克郡战败投降 1783年英美签署巴黎条约 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一个大获全胜将士拥戴的统帅 在和平到来时会怎样做 华盛顿的决定让朋友和敌人都出乎意料 他向大陆会议辞去总司令的职务 交回军权 解散了亲手创建的军队 结甲归田 只身返回福农山家园 消息传开 他的对手英王乔治三世震惊之鱼感叹 如果华盛顿真这样做 他会是世界最伟大的人 华盛顿坚信 国家的主权在明 任何人都不能凭手握重兵来夺取 基督信仰给了他这非凡的心胸气度 1789年 华盛顿经选举团全票通过 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 当年4月30日在纽约 他首按圣经宣誓就职 向世人宣告 美国以耶和华为神 首按圣经宣誓就职 成为惯例 延续至今 他曾写过一篇至13周总督公开信 展现了执政理念 选用圣经弥加书六章八节略加修改 他说 上帝仁慈的愿意帮助我们所有人 能够行公义 好怜悯 让自己能保有仁慈 谦卑与好脾气 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神圣宗教中的上帝 告诉我们必须拥有的美德 如果没有他作为楷模 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一个快乐的国家 1797年 两任总统届满后 华盛顿拒绝再连任 他在告别演说中告诫 美德与道德是人民政府不可或缺的特质 他用行动做出表率 当华盛顿集权力 政绩 名望于一身时 挂官求去 主动退营 成为古往今来 伟大政治家的典范 也反衬出世界上那些政绩一无是处 却死抓权力不放的独裁者们 何等渺小 以战争第一人 和平第一人 美国人心中第一人 来评价华盛顿 恰如其分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护